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就是个六乘六 可以容纳两个人的T-House 我是马家明 已经觉得好 是Architecture Major Student 其实我们现在上这个课 它名字就叫T-House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学习一下 其他日本建筑生的一些T-House 我的study model叫Xian 是个temporaryT-House 然后我的study model就是 它是利用了折纸的自己的mechanism 然后让它立起来 它里面内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支撑 这是我自己做的model 然后就是然后自己拍的照片 因为是相地模型先做了演示 然后再做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插下来 所以还挺精密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做自己的T-House 其实我这个project也有一部分inspiration 是对我的study model就是inspired的 我会在折纸的同时看一些动漫 或者是个朋友或者客友一起聊天 这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因为我已经折了成百上千个 所以这个是我的study model的连接方式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纸的连接方式 就可以看得到它们其实 就是纸和纸之间的这个连接都是很短的 所以就是你要搭建一个很大型的T-House 其实你不需要非常多的纸 但是我们这个project每个人只有80包 然后如果要买这样大型的纸 其实还挺贵的 然后我以为你要严格的控制在budget之内 所以我就想出了一个别的连接方式 就是你在每一层上面放上一个小的这样的 然后你再把它的放上去的话 它每个层和层之间的连接的高度就会更高 这样的话它也会更省纸 这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给我劈出来的一小片地方 这只是一个柱子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我现在还在做 所以还有挺多的工程量 怎么样折每个unit的方式 就已经很明确了 遇到的困难就是真的要折很多重复的工作 再加上感觉遥遥望不到头的工作量 感觉这样是建筑生的日常吧 我们每个客友做的方式 就是做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然后比如说有人用木头 然后有人会选择用就是纸筒去做 然后很多就是已经是现有的一个很立体的材料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项目不一样的点就在于 它是利用折纸 然后纸本身是一个很平面的东西 然后把一个平面的东西利用折纸 让它立起来 然后用折出来的特性 让它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最后做成了一个房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开心了 终于做完了 已经就是躺不住了笑容 每个project的需要花的时间 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所以要提早把你的计划给plan out 《默法人军技术》 来点东西 Origami 它是一个部分原来的日本文化 它是一部分的文化 很简直 它有一个美容URE的中文化 懂得欣赏 所以为什么能够多了一个 每个人都能够多的里面的环节 真的很尴尬 那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有些文化的文化 那些文化的文化 也有些文化的文化 也有些文化的文化 我的短修是真的被喊尽透了 他們幫我們很多 在我們的茶屋建造成的 大聲鼓勵他們 大聲鼓勵他們 那是我的茶屋